欢迎点阅悠游华语 这是一套终极以上的试听教材 一共有四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三个对话和一篇短文 希望从不同的主题 让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学习 第二单元 心动变成行动 每部影片结束后 会有几个问题 请根据影片的内容回答问题 现在请看对话第一部分的影片 刚刚内部电影里的男配角 外表粗犷 身材高大 锻炼了一身肌肉 很多女生为他着迷呢 别只光看外表啊 你看他工作时那么被动 而且做什么都失败 在家里就像个大老爷一样 茶来伸手 饭来张扣 动不动就命令他太太 嗯 我不喜欢 是啊 他的脾气差不说 还动手打太太 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真不敢相信 电影里的这个女人 身心都受到伤害了 却还是原谅丈夫出轨 更可怕的是 这个女人认为 自己如果能生个儿子 就能把丈夫的心 绑在自己身上 没错 从现代追求平等的角度来看 真让人惊讶 听你们这么说 其实这个厨师 只是外表好看 并不是理想的对象咯 你呀 看男人 别只看外表 个性 观念 也是很重要的 请想一想 影片的内容 请听 问题一 为什么这么多女生 喜欢内部电影里的男配角 请想一想 这题的答案是 内部电影里的男配角 外表粗广 身材高大 锻炼了一身肌肉 很多女生 为他着迷 请听 请听 问题二 这个男配角 有什么缺点 请想一想 这题的答案是 他工作时 很被动 而且 做什么 都失败 在家里 就像个大老爷 一样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动不动 就命令 他太太 而且 脾气差 还动手 打太太 请听 问题三 电影里的女人 有什么错误观念 请想一想 这题的答案是 电影里的这个女人 身心都受到伤害了 却还是原谅丈夫出轨 更可怕的是 这个女人 认为自己如果能生个儿子 就能把丈夫的心 绑在自己身上 好 我们看的影片 回答了问题 现在你知道 对话第一部分的内容了 接着我们来学习 这个部分的语法 这个部分有两个语法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语法 动不动就 这个语法用来说明某件不好的 或是说话人不喜欢的事情经常发生 说话人甚至觉得太常发生了 请看例句一 你动不动就请假不来上课 连今天其中考也是 恐怕你不能通过这门课 请看例句二 他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动不动就哭 你多去安慰安慰他 现在请试着用这个语法来回答问题 请听这个问题 他常常生气 连小事也生气 我已经没办法跟他相处了 用这个语法你怎么说 我 going to realize 请想一想 你想想 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这样说 他动不动就生气 我已经没办法跟他相处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语法 从的角度来看。 这个语法是指 从某个立场出发。 说话的人 从这个立场来说明看法。 请看例句1 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经济事件, 而是政治事件。 请看例句2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便宜贩卖过期商品 不是促销 而是欺骗。 现在请试着用这个语法 来回答问题。 请听这个问题。 我认为你们只是因为 对一件小事的看法不同 而吵架, 根本不需要分手。 用这个语法 你怎么说? 请想一想。 你可以这样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们只是因为 对一件小事的看法不同 而吵架, 根本不需要分手。 这是第二单元 对话第一部分的语法 这支影片到这里结束 请继续下一支影片 学习对话第一部分的生词 请继续下一支影片